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队的鲍伊和摩根森 今年的全英冠军 鲍伊和摩根森出场了两次 他们在第一场没有进行比赛 而阿尔文和阿珊在4分1决赛当中战胜平田点镜和乔本博且 这场比赛也成为很关键的一场球 帮助印尼队晋级四强 保住了老牌强队的荣誉 受败耀集中 第一局比赛首先是印尼队发球 第二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 实力上应该是上风 只要把对方一直压住 别让印尼队缓过气 最主要是他们自己 在配合上不要出太大的问题 不要自己忙到 就像之前的那场球一样 自己打的都不知道 该如何去轮转 或者是完全不打在 自己的这种特长线路上 他们还是场上容易造成 这种起伏会比较大 这个发球质量不行 造成人家接发球和拿回头 连续两拍的推仰 这球很被动 想靠手上的感觉 对 打过去有一个好的质量 没过去 脚上的步法都没有到位 四标 半鹅的领 ﷺ 515、15、15 lasting 225 lure カー P Something 4B ос 225牌 对